不也行吗 因为这里有个现象叫做视觉占流 不称鱼灰效应 嗨 大家好 我是阿伟 每当提到医生或是医护人员时 通常自然大家脑袋都会浮现身穿白大褂的人吧 但是一说到手术室里的医生 一定会想到蓝蓝绿绿的手术服 那为什么手术服一定是蓝蓝绿绿的 而不是白色或其他颜色呢 不难想象 医生在大部分手术时间里 都是专注盯着血红色的组织或是器官在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医生大脑很容易会出现过饱和的现象 也就是说 大脑持续接触同一类东西或是相同吃剂之后 产生的神经疲倦 医生随着手术时间的推进 眼睛对红色的分辨能力逐渐下降 然后就无法辨别各个部位红色细微的区别了 所以这时就需要不时的将目光转移到绿色身上 保持大脑对红色的敏感性 但也许你会想 转移到白色或别的颜色不也行吗 因为这里有个现象叫做视觉战流 又称鱼灰效应 指的是人在观察一个景物时 然后物体移动或是视觉转移到另一个景物后 眼睛人能继续保留前一个景象的画面 约0.1到0.4秒左右 视觉越刺激或是越疲劳 残留画面会越久 由于互补色的关系 盯住红色一段时间后 大脑对绿色就会特别敏感 所以当医生专注在血红色的器官上 如果突然抬头往同事身上的白衣望去 就会看到白大褂有一堆蓝绿色的肠子 这也许就让医生出现不必要的失误了 另外当雪剑在蓝绿色衣上会呈现褐色 比起在白色上的鲜红 更不会让它们感到视觉冲击 但是最主要还是彩色光学中互补色的关系 红色的互补色是蓝色和绿色 所以蓝绿色就能让它们提高对红色的敏感度 也能让它们不容易受到视觉占留的影响 即使你没有进过手术室 如果你有留意 你也会发现电影里的手术室的墙壁 也是前蓝或是前绿色的吧 所以以后要听到有人说 医生手术服饰蓝绿色是因为防毒还是什么 那你就知道它正在瞎掰了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按个赞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想要看到更多科学或是心理学小知识 欢迎订阅 也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最新影片啦 我是阿伟 那下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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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